《老子博书》第七十五章 扶兵者不祥之弃也 勿赫勿之,故有欲者扶居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故兵者非君子之弃也 兵者不祥之弃也,不得已而用之 田兮为善,勿美也 若美之,是乐杀人也 扶勿杀人,不可以得之于天下矣 是以吉士上左,上士善右 是以汴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 也以善理居之也 杀人众,以卑依利之 战胜,以善理处之 下面我用白话文解释一下 扶兵者不祥之弃也,勿赫勿之 这个物就是厌恶的物的同一个因 扶兵者,兵者这里指的是战争的意思 是不吉利的东西,谁都会厌恶他 故有欲者扶居,所以有道的人不仰赞他 尽力回避用他 君者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君子平时以左边为善 打仗的时候以右边为善 故兵者非君子之弃也 所以兵者不是君子的东西 战争也不是君子所好求的东西 兵者不祥之弃也,不得已而用之 兵者战争都是不吉利的东西 不得已的时候来用它们 田兮为善,物美也 田兮就是田然,淡然安静从容的意思 要安静成从容的,看清一些 不要把这个战争看成是美事 若美之,是乐杀人也 如果看成美事的话呢 就是喜欢杀人了 弗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 喜欢杀人的人就不可能得志于天下了 是以吉士上左,上士上右 所以伴吉清士的时候是以左边为善 凶善士的时候以右边为善 是以辩将军居左,善将军居右 言以善理居之也 就是说辩将军就是副将的意思 善将军是郑将军的意思 所以在通俗上面这个行李的话 也是辩将军居左,善将军居右 所以说这个军者跟善士是一样的 所以言以善理居之 就是说我们是用伴善士的规矩来处理战争的 杀人众以卑依利之 战争杀人众多的话呢 要带着悲痛的心情去参与这个战争 参与用兵 战胜以善理居之 就算是战胜了也要用伴善士的规矩来处理 好,这一篇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冰者不祥之弃也 不得已而用之 老子哲学可以看到通编都是追求和平的 反对战争的 不得已而用之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